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 疫情一直是恐怖电影不可或缺的元素 它们或是相貌丑陋 或是传播能力强大 给人类带来大麻烦 今天我们就带您欣赏一部恐怖片 《易丛咒》 雨夜,教堂片十字架旁 两名牧师正在对一个男人实施酷刑 从天而降的雷电被引入男人身上 伴随着闪电 男人身上出现了张牙舞爪的触手 镜头一转回到现在 曾经的教堂不慎起火 消防员大老黑随即赶来 清理现场的过程中 老黑发现了一个洞 紧接着自己被洞里的不明生物 紧紧吸附在洞口 大老黑看起来面目猙獰 异常痛苦 但他似乎自己并没有感觉异常 而是若无其事的起身离开 然而当他回到消防队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突然就食欲大增 一股脑的吃个不停 让其他同事惊奇的是 他竟然一喝酒就剧烈呕吐 其实这都是之前钻入他体内的 异形虫子所导致的 另外一边 男主米勒再次找到了 自己的前女友杰西 两人是学生时代的恋人 不过由于米勒放荡不羁 蹲过橘子 两人也就此分手 现在米勒也有了自己的新女友 黎迪亚 回到大老黑这边 他似乎有些异常 除了不停的打嗝 身体还意外出血 双眼通红 摇摇晃晃的他 静字闯到球场 去找自己的前女友 想着跟前女友激情一番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 这老外的感情生活 还是比较混乱的 老黑的前女友 正是男主米勒的 现任女友丽迪亚 此时的迪丽亚 正在看米勒打球呢 这明摆着是绿油油的帽子 就给米勒戴头上了 正当老黑准备释放 自己无处安放的荷尔蒙时 突然一条虫子 就从他嘴里直勾勾的 透过丽迪亚的肚脐 钻进了肚子 让人意外的是 丽迪亚似乎并没有感觉到 体内的异常 只是埋怨大老黑 来得快 结束得也快 心里有些变态 此时大老黑已经蹊跷流血 听到异常声音的米勒 也赶来查看 不过此时的大老黑 已经自行离开 死在了楼梯间 只把消防标志 留在了地上 其实米勒对自己女朋友的 水性洋花 还是有些了解 当然他去质问迪丽亚时 得到的也只是敷衍 回到家中的迪丽亚 也产生了异常 他也变得食欲大振 一直打嗝 甚至也出现了皮肤破损的情况 看着迪丽亚摇摇晃晃的 走出家门 不放心的米勒 在后面偷偷跟踪 打扮妖娆的迪丽亚 直奔酒吧 灯红酒绿的酒吧里 他主动勾引了一个猛男 不用说 他这是在体内虫子的控制下 找下一个宿主呢 面对迪丽亚的主动进攻 酒吧男自然来者不拒 当然这一切 也被米勒净收眼底 这绿帽子戴得真是光明正大 脸瞅着迪丽亚 跟酒吧男进了洗手间 不用说也知道 他俩要干啥 此时洗手间内的迪丽亚 双眼流血 直接一张口 又把虫子送到了 酒吧男的体内 忍不住的米勒冲进去 想要问个明白 却看到酒吧男夺路而逃 迪丽亚却镜子站在里面发呆 不过当他转身时 却发现迪丽亚口吐鲜血 倒地而亡 而这一幕 也被迪丽亚的两个朋友 看个阵着 不用说米勒成了犯罪嫌疑人 酒吧里的情况 很快被反馈给了探长 米勒本想着逃之夭夭 可想到自己也没啥去处 他选择回到了前女友杰西的家中 其实米勒已经被认定为 是杀人凶手了 毕竟案发现场 有人看到他闯入 电视报道也报道了此事 他被通缉了 此外 杰西的叔叔正是探长 本来他跟米勒就有矛盾 米勒家因为走私 被探长记在了小本本上 现在出了这事 探长更是第一时间 就认定米勒就是凶手 想到米勒和杰西的关系 探长还是赶了过来 此时的米勒躲在门后 趁机溜走 此刻的酒吧男 也被体内的虫子控制 拼命的进食 他哆哆嗦嗦的闯入了一家商场 这哥们见人就想要上前咬上一口 好趁机给虫子找下家 甚至被人一拳打掉了下巴 也没有痛绝 眼看情况危急 感到的探长啪啪几箱 解决了酒吧男 他意识到小镇接连发生的事情 有些诡异了 与此同时 米勒想到需要到消防队调查 因为他看到了大老黑 最后出勤的地点就是教堂 到教堂或许就能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而此时事情并没有结束 酒吧男被救护车带走 车上一个浑身血迹的男医生艾迪 产了新的宿主 意识到情况严峻 米勒跟杰西碰头分析此事 他们认定整件事情的起源 就来源于教堂 来到教堂 两人也发现了之前的洞口 进入洞内 二人果然发现了 关于此事的文字记载 原来这个钻入人体的虫子 就叫做翼虫 它本来是在容器当中 一旦逃出后果不堪设想 此刻最后一个接触酒吧男的是 医生艾迪危险了 果不其然 此时艾迪也是见啥吃啥 肚子呼噜叫个不停 两人分头行动 米勒去寻找艾迪 杰西则去图书馆查看相关资料 显然米勒来迟了一步 艾迪已经死了 并且临死前他攻击了短发妹 毫无疑问 短发妹现在是一重新的宿主 不过当米勒跟短发妹 几个人说明情况时 得到的只是一击重� 他被打晕在地 等他醒来时 自己已经被探长带走了 米勒这边并不顺利 杰西还算有所收获 根据档案和文字记载 他找到了一个老妇人的家中 病泱泱的老妇人 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 自己的祖父爱德华 正是被教会处死的人 他交给杰西一把钥匙 希望他可以查清楚整件事情 用钥匙打开房间 在这里杰西找到了 对付异宠的方法和武器 另一边 被探长带走的米勒 还尝试着游说探长 当然自己的努力 也只是对牛弹琴而已 他还是被关进了橘子 更要命的是 和米勒关在一起的光头佬 被短发妹感染了 短发妹最后选择的宿主 就是光头佬 听到这些 米勒简直吓坏了 米勒赶紧招呼探长 此时光头佬已经开始变异 嘴里吐出的异虫 再次钻到了探长体内 看到一切的米勒 吓傻了一般愣在现场 跟所有受害者一样 此时的探长 并没有感觉到异常 和虫子钻入体内 只是又恶又迷糊 米勒趁机逃脱 虽然如此 但探长并没有放弃追捕米勒 最终带着手下 把米勒困在角落 本打算现场击毙 没曾想 尾随在后的杰西 直接用电击枪射向了警长 或许是因为异虫怕电的缘故 他的处须从探长体内伸出 看到这一幕 站在一边的探员也不淡定了 他只好选择开枪射杀自己的上司 本以为一切已经结束 没曾想被异虫控制的探长 竟然在中枪以后还能反杀了小探员 紧接着就站了起来 想要袭击男女主 不得不说 电翼的人里面探长还是战斗力爆表 打斗中米勒看到不断泄露的汽油 有了想法 他果断点燃整个汽车 探长带着体内的异虫燃烧起来 伴随着异虫的嘶吼 似乎一切结束了 平静下来的米勒和杰西 开始仔细研究资料 此时他们发现 原来异虫之所以要不断找宿主 是因为他们此时还不能进行自我繁殖 一旦他吸取六个人以上 他就具备自我繁殖的能力 此外他并不怕火 意识到这点 他们恍然动物 异虫还没有死 他此刻仍然寄宿在死去的探长身上 另外一边 其实探长的死亡现场已经被封锁 一般人不能接近和接触 当然不作就不会死 胖子记者乔装打扮成消防员 进入现场疯狂拍照 不用说他被感染了 原本死悄悄的探长突然跃起 一虫随即进入了胖子的体内 只得意满的胖子来到酒吧庆祝 此时他也是胃口大开 一个劲地打嗝吃坚果 另外一边 米勒和杰西也有了计划 他们打算利用一虫怕电和怕酒的特性 干掉他 杰西打扮一番主动去酒吧勾引胖子 当然他在此之前喝了不少酒 送上门的美女 胖子没有理由拒绝 他直接来到杰西 提前给他准备好的温柔陷阱 按照计划 他被杰西安排在椅子上 并且两人还玩起了捆绑 想象着能和美女快乐地玩耍 胖子也就没有多想 他心甘情愿地被捆绑在了椅子上 一切准备妥当 当推着道具的米勒上场时 胖子才意识到 自己这是遇到仙人跳了 两人在胖子身上通胀电极 开始对他进行电聊 他们设想此举 可以把一虫勾引出来 没想到的是 可能突然间电压不稳 这里竟然跳闸了 更为严重的事情是 当杰西回到房间时发现 趁着短暂的停电 一虫又进入到了米勒的体内 逐渐被一虫控制的米勒 想要继续感染杰西 好在之前由于杰西喝过酒 一虫放弃了这个想法 为了抓到一虫 杰西打碎台灯 直接电击米勒 承受不住的电击的一虫 从米勒口中爬出 当然等待他的是 米勒手中的大钳子 他被进入装满酒的容器中 他被控制了 随后他被独眼教室 在1500度的高温下毁掉 其实这个小镇里 有专门的人负责抓捕一虫 独眼教室也在背后关注这一切 很显然故事并没能结束 之前提到一虫干掉六个人类 就能自我繁殖 他的后代已经开始新的旅程 一部小成本制作电影 故事情节也比较简单 不同于以往的传染模式 这里的一虫传播方式 比较简单点对点 当然里面的人盲目自大 和生活混乱 也是导致他能够不断繁衍的原因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